原标题 湖北武汉122名狮子型干部被提拔重用到发展第一线 来源 长江日报 5月16日武汉启动调研选拔狮子型干部 以忠诚干净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打敢拼敢于担当为标准 历时半年的调研选拔 共发现掌握309名狮子型干部人选 截至11月15日武汉共选拔任用122名狮子型干部 平均年龄47 三岁 他们以奔赴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的最前沿 带头拼搏冲锋县镇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予以肯定 122名狮子型干部 正算站在武汉发展第一线 11月17日中午12点半 黄浦路地铁8号线站点内一片繁忙景象 挑高超过8米的乘车大厅格外开阔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金峰和工作人员还没顾得上吃午饭 正忙着进行最后阶段的装修 整理检查 迎接即将到来的工程验收 更为了迎接12月28日的如期开通 低调内敛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狮子的他 工作起来却被同事们称为狮子中的狮子 2号线开通工程 4号线强显力工个人 3号线开通千进个人 武汉市首届大成功奖 荣誉的背后是无数的临维寿命 客难攻坚的日日夜夜 18日 下午市文化局副局长杨金刚刚参加完2017年武汉市优秀小剧场 剧目展演继武汉艺术人才第十届江花奖 第八届一类奖评选 当天的活动以至青春为主题 与武汉政权力打造的青年之城契合 现场来了很多大学师生 同一天 武汉琴台音乐节刚刚完美落幕 20天56场演出 杨金几乎常常都在看到观众们兴奋的表情 听到世界顶级艺术家们说出的武汉很棒 杨金累并快乐者 我感受到我们的城市被艺术点亮 这位从艺术院校教师岗位 一路走到全市文化艺术行政管理岗位的女狮子新干部 话语里满是热情 碧水集团总经理胡承启在城建系统工作多年 曾任汉政杰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的他能谋善断 敢打敢拼 不仅将汉政杰中央服务区建设的有声有色 还争取到青山汉阳两个澎湖区改造项目 在四水共治一线被委以重任 这位狮子新干部神知 四水共治是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 也是民生民心工程 提高供水标准 提高排污标准 加强湖泊治理 一个个硬仗要打 大家必须心无旁骛 跳起来摘桃子 在他的激励下 团队斗志顽强 镜头十足 从市委组织不了解道德最新情况 截至11月15日 全市共有 122名狮子新干部已被提拔任用到新岗位 这样的工作状态和工作节奏是他们的常态 最广泛听意见 把敢闯敢拼的干部选上来 长江新城四水共治招商引资切军会 今年以来 经一届市委提出了一整套推动武汉赶潮发展的组合圈 复兴大武汉 需要有一大批带头拼搏的急前锋 一大批有拥有谋的干将 一支连结奉公英勇上战的铁军 今年5月市委部署对全市干部队伍来一次大调研 大摩底全面掌握旋转用好干部的第一手资料 随后公布的方案尺度之大前所未有付出以上干部 不为年龄 不为学历 不为任职年限 只要敢闯敢拼 想干事 能干事 都有被推选的机会 还可以毛髓自剑 特别优秀的 还可破格重用 真正把关帽用在激励干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 依时间 狮子型干部成为武汉热词 随后市委组建17个调研组 为表重视 安排副市及或政局及领导干部担任调研组长 对全市137家单位展开调研摸底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党组书记贾妖兵被特别委认为第一调研组组长 干部选不准 没办法向组织交代 更没办法向群众交代 每一位调研组成员都感受到尖头陈殿殿的责任 市 子型干部 首先没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基层得到公认 调研组广泛听取意见 每到一家单位 不仅找一把手谈 还找一般干部谈 个别情况还延伸调研 对每个干部调研组都提交了详实的调研报告 调研中 某区一干部曾在困难接到工作多年 扎根一线改变当地面貌 个人待遇上任劳任怨 从没提过条件 从没提过条件 干起事来却疯疯活活 敢做敢为 在基层调研 这名干部得到大家一口同声的肯定 最终这位女狮子被调研组推荐 历时半个多月调研 全市共有7689人参加会议推荐 4092人参加个别谈话推荐 这一群人用人 制度的创新鼓舞了很多干部 318人站出来毛遂自荐 经过市委组织部专题会 市委常委会研究 慎重确定了309名狮子型干部人选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 各区也组织开展了狮子型干部大调研 掌握了一批能够担任街道 乡镇和区级部门正负值的狮子型干部人选 一批个性鲜明 敢于担当业绩突出 群众公认的狮子型干部 被发现 被使用 据市委组织部介绍 首批出征的108名狮子型干部中 年纪最大的57岁 年纪最小的33岁 选好一个干部 影响一批干部 调研中 一位调研组组长曾跟干部们交亲 狮子型干部的调研选拔不在于选几个干部 而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 武汉发展到底及虚实要样的干部 这不仅将影响武汉的干部 也将对武汉发展有深远影响 武汉经验引起全国关注 干部的经济神已成为武汉新核心竞争力 不知一个选人才 用人才是一座城市的胸襟 更是一座城市的智慧 武汉狮子型干部调研选拔 不仅激励了武汉的广大干部 也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中央省市媒体广泛聚焦人民日报 人民网新华美日电讯解放日报 解放军报中国组织人士报等媒体刊发了重要评论 各大新闻网站纷纷聚焦报道 引起了社会各方共鸣 广泛点赞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永远有颗狮子般的进取新的评论 指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正是一大批狮子型干部大刀阔斧 敢打敢拼 将铁横石硬般的改革刻写在年轮深处 把以前碰不得 啃不动的硬骨头一一砸开 为当代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深化改革 要有一批勇于思考 勇于探索 勇于创新的闯将 朝寿命 吸引兵 咒无为 夜难昧 勇于排雷 擅除荆棘 武汉经验还吸引一些中地省市前来取经 福州干城派员前来详细了解 河南省委组织部 成都 宁波有关部门来电来韩学习 在狮子型干部的带领下 武汉广大干部 真抓实干 拼搏赶超 推动了武汉各项事业在上新台阶 尽责担当的底气更足了 服务奉献的经济神更足了 真创一流的中气更足了 和谐向上的正气更足了 如今武汉干部的经济神已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 在新的岗位日夜奋战 每一位狮子型干部都没有忘记他们出征前 市伟的音音嘱托 珍惜时代赋予的机遇 劳记组织和人民的重托 永远都怀着一颗狮子般的进取心 原题为武汉122名狮子型干部 被提拔重用到发展第一线 责任编辑刘德斌SN222